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应该说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药物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药是一个果实入药 是一个果实入药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药物的特点 它是马鞭草科的一个干燥的成熟果实 一般我们要生用或者炒用 大家看到的这个图片 也能看到小黑的小果实 虽然它是个果实种子 但是它质地还是比较轻的 上次有一句话咱们说叫 柱子皆将为苍儿子独生 实际也有的一家说是柱子皆将为曼京子独生 可想而知它是一个生福之幸的 要不怎么放在这一个这个类药当中来提呢 那么我们看到了 它是一个灰黑色的很圆的一个球状的果实 那么它上面有浅灰色的这个素鳄 要是这上面叫素鳄 那么分瓣像一个帽子似的照在上面 大家看这都挺清楚的 那么看它好像质地很重 拿手拿一下 确实是比较轻 质地比较轻 咱们一般就不打碎用了 就这样的炒用 炒用以后我们看它有什么功效特点呢 这个药物是心苦寒的啊 硅膀胱和肺和那个肝胃经 主要还是疏散风热清理头目 所以这个大家都已经熟悉了啊 就不再解释了 那么它在主治方面呢 一个方面是用在风热感冒 在风热感冒这么多症状当中 什么症状明显的时候 我们才选用曼京子呢 注意每个药物的辩证要点 是在头的症状啊 眼睛的症状更为突出明显的时候 用这曼京子 所以它主要呢 是升服的是擅散头面之邪 擅散头面之邪 所以像是一些这个眼睛疼啊 什么头发昏啊发懵啊 不不不痛快的时候啊 这时候我们选用一些曼京子来配合使用就可以啊 这个药物没有呃其他的太多的作用啊 大家了解这个它的基本作用特点就行 属于一个了解性的一个药物是吧 属于哎 就大家就是光熟悉它就可以了 那么对于曼京子使用呢 也是一个呃 常用的啊 常用量啊 没有特殊就是主义的 就常规主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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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